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9月6号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 下午5时20分许 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 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海军司令员 总军 公军司令员 长军琴 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 晋升上将军衔的五位军官 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 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注册 被带了上将军衔尖章的五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进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 何颖 中央军委委员 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张生民 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 参加尽贤仪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